欢迎中国新闻报道 加州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名军人王俊 在中越战争中曾经历过二等功 现在却被当地政府强拆逼迁 还被黑社会成员砍成重伤 王俊申诉无门 他认为现在的政府是公然与人民为敌 住在武汉青山区宏卫路的王俊退役之后 买了一辆面包车替别人拉货维持生计 2010年8月份 当地政府开始在他所住的小区强制拆迁 因为补偿不合理 王俊没有签字同意 今年5月17号 他的车六个轮胎都被划破 第二天王俊在路上又被黑社会人员砍至重伤 他跟我的原话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拆迁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王俊告诉记者 6月初胡锦涛视察武汉时 他们全家被当局非法软禁在家 他还说 当局不仅用各种流氓手段逼迫居民签字 同意搬迁 甚至公然用枪击来威胁居民 王俊告诉记者 他受伤的时候至今没有痊愈不能开车 使他的生活受到影响 而当地政府却表示只有他签字同意搬迁后 才能以救济的方式给他一定的赔偿金 他认为当局在变相的公开抢劫老百姓 新唐人记者郑鑫 特别记者李月采访报道